最近就有兩份報告出了 一個是Morgan Stanley說的 一個是減息週期 他就看好未來香港樓市 他就覺得如果美國那邊減1%的話 香港樓市會升5% 一時就美聯儲那邊減了0.5% 然後香港這邊就跟隨減了0.25% 對於香港樓市有沒有作用 作用大不大 都大 因為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如果你說踏入一個加息週期 基本上那些人很容易去買樓 如果踏入一個減息週期 那些人覺得未來樓價會上 的話信心會充足一點 所以減息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作用 但是有些人會想多一步 就是減息的幅度可以減到多少 會不會好像以前減到0.0% 甚至是0% 這個可能性的人不確定 作為美聯儲的官員 最主要看國內兩個指標 第一個就是失業率 第二個就是通漲 現在美國那邊贏了大選 每個總統候選人的立場 或者對經濟的政策都有點不同 假設一個情況 特朗普真的當選了 推行一個高關稅的政策 到時美國的通漲又會被人炒上去 那唯有迫著去加息 一個很短期的減息週期 其實作用不大 還有如果你說減息就是減1厘 即是由5.5-1厘還是4.5厘 仍然是一個比較高的利息 對比其他投資資產來說 香港的收租回報 現在可以去到3厘5厘左右 都打不贏4厘的回報 所以減1厘作用是有 但是有限 是止不了跌的 我覺得短期內也會繼續跌的 跌到什麼時候呢? 我初步估計是跌到下年的農曆年之前 當然沒有人可以說得清秘來點 沒有東西是8分 我說話是我個人意見 我看不到這麼刺激 因為這個世界變化得很快 所以你問我長期 怎麼看三年內怎麼看 看不透 看不透 我只可以看半年 頂了榜看一年 看整個週期 我覺得香港樓市最盡 最盡是跌10% 普遍來說 跌多5%應該是盡頭 然後人們說 香港樓市的價值價半 這個可能 有機會可能的 除非在香港打仗 最起碼我看現時呈現出來的數據 都沒有任何理據 可以支持它再下多30% 你說再下多10% 頂了薄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說減2厘到3厘多 作用就很大了 因為那些錢就會 基本上走進不同的資產市場 去供其他資產 例如股市或者樓市 這個就是個樣要分析 覺得適合就點個賺 覺得不合適 你可以留言跟我 聊一聊 看看你有什麼想法 我會有認不認同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我是路易燒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